你最好按我说的做 这样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否则后果 我想你比谁都清楚 保重 高总 我早就警告过你 你怎么都是书你就是不听 我还是你啊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我的员工什么时候把我给供出来 供出来 我又没犯罪和谈周共 你要是想玩的话 随时来找我 我随时奉陪 千万不要上海无辜 包括那个替你拿合同的女孩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人是绝对无辜的 只是有某些人 把自己想得过于高尚而已 比方说你 我也可以实话告诉你 优盘我早就销毁了 室里的投资方就是唐方舟 而且他 永远也不会成为你们的承认 对了 你还是赶紧上去问问你的老板 看看他会跟你说些什么 什么 停止对付方黎 我今天早上就告诉过你 我们已经退出了对繁金科技的代理 你究竟在搞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跑下客户不管 你现在这口气倒很像霍伟伦了 对 如果霍伟伦在的话 也会是现在这个态度 我找你来不是要两个霍伟伦 我当然明白你想让我做什么 但是高总我希望你能知道 我跟方黎不是一种人 不管现在我们有什么把柄 在方黎手里边 越是这样 我们越不能妥协 够了 我现在以老板的身份命令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可以再动方黎 我做不到 方黎现在分明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 高总 不能退缩 你现在再这样下去 进监狱的人不只是方黎 还有你 还有我 等我准备好的时候 一定会告诉你一切 但现在方黎这件事 我们到此为止